愛是美定我們心中的晴天 我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 借靠著街走過那天 面對自己一整張的專輯的時候 當決定了然後要去做了 一步一步看它完成的時候 那種心情是怎麼樣呢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 所以之前因為OST 很多公司找上門來 可是感覺就是 好像他們給我的時間都是很衝促的 就是可能幾個月就要出 然後很多事情都是急救這樣 那唯獨我現在這個唱片公司 他們很願意從事前的培訓 然後在專輯發行之前也開了很多的 就是關於專輯的會議 甚至連寫詞都老師還專門授課 我覺得是那種貼心跟受尊重的感覺吧 在每天就明天我們會小心 在面對螢火蟲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次唱的感覺還好嗎 還記得嗎 這首歌其實老實說還蠻接近我的本色 就是我聲音的本質讓它很完整 就是自然的流露 其實我的嗓音是偏中低音的 有時候我覺得在戲劇裡面那種 小女孩式的那種假音講法 好像大家都習慣了 可是可能真正的聲音是現在大家聽到的 這樣的感覺 是的 這首歌怎麼會特別有選擇了它翻唱呢 我覺得二足劇這一部戲 這一系列的戲對我來說都是特別具有意義的 對 就我覺得跟獎項沒有太大關係 就是它就是是一個完整的系列 也是我把一個女孩子從可能國中的時候到二十五六歲成家離業 對 甚至一次懷孕 對啊 都演繹到我覺得 嗯 而且跟劇組相處也很好 嗯 天理花園